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据说在选择皇位继承人时 顺治皇帝本人比较青睐当时居长的皇次子福全 福全是宁确妃董厄氏所生 这位董厄氏也是顺治朝后宫地位比较高的淑妃之一 不过他和我们前面讲过的最受顺治皇帝宠爱的董厄妃没有关系 董厄妃所生的皇四子我们之前讲过早早就夭折了 福全是生于顺治十年 那个时候董厄妃还没入宫 她的生母董厄氏在顺治朝后宫当中要比董厄妃的资格更老 到顺治地去世的时候福全是九岁已经显露出了一些性格特质 比较受到父亲的喜爱 比如青世稿福全传记载说福全小时候 父亲曾经问他说你长大了想做什么呀 福全就回答说愿为贤王 顺治皇帝一直是比较笃信佛法的 自己也喜欢清净无为的性格 所以福全这样谦逊的回答让父亲看到了他平和的本性 而当康熙继位之后 福全又在平定嘎尔丹等战争当中表现出自己卓越的军事才能 可见无论在文德还是武功方面 他都是一位出色的皇子 也受到了父亲的欣赏 但是校庄太后却倾向于选择比福全小一岁的皇三子悬夜 青世稿圣祖本记当中对顺治帝问福全的故事进行了扩充 说顺治当时问的是两个儿子 福全回答的是愿为贤王 而悬夜回答的则是愿效法父皇 让顺治对悬夜另眼相看 我觉得后一个故事明显有后人杜撰的嫌疑 一方面聪明的皇子不会过早的暴露出自己的野心 这一点我们在讲康熙与儿子们之间斗争的时候 大家应该已经有深刻的体会了 另一方面如果当时悬夜的回答真的让父亲另眼相看 那怎么又会有顺治帝后来比较倾向于福全的记载呢 讲到这里 我们先插讲一下清朝皇室的起名问题 因为刚才提到了清初顺治父子兄弟之间的名字 清朝虽然在入关前后就开始给皇子们的名字选用汉字 但是其中并没有什么章法 比如顺治皇帝叫福林 他儿子福全 这个听着跟哥俩似的 完全没有回避父亲明慧的意识在里面 而顺治的儿子分别叫福全 玄业 长宁 奇寿 这个彼此之间也是没有什么联系 直到康熙朝我们之前给大家讲过 康熙给儿子起名时 也是一开始没有章法 满汉名都起 后来才固定的用了印字 作为航辈的字 第二个字则都用式字旁 之后康熙还亲自为孙辈和曾孙辈 选定了红和永字作为航辈的字 规定非禁之宗室 不得使用这两个字 这样才使得清代皇室的起名 逐渐有了章法 好 我们再回到福全和玄业这哥俩 那面对自己和母亲在皇位继承人选上的分歧 一个喜欢福全 一个喜欢玄业 顺治皇帝决定征询一个人的意见 这个人既不是当时当权的满洲王公 也不是受皇帝信任的汉人高官 而是一个外国人 叫汤若旺 汤若旺是一位德国传教士 他在明末的时候来到中国 崇祯年间曾经在青天剑任职 帮助皇帝测算天文历法 制造科学仪器 还制造一些武器 据说他研制的大炮 曾经被明朝政府用来在辽东战场上对付过满人 那清朝入关之后 在汉族大臣的推荐之下 倘若旺继续为清政府服务 当时他解决了一个清朝入关之时的当务之急 就是修订一部比明朝的立法更为精准的实现力 然后颁布天下 让老百姓从此都开始奉清朝的正硕 开明浩学的顺治皇帝非常尊重汤若旺 他让汤若旺担任青天剑的监政 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担任此职的外国人 还跟汤若旺学习科学知识 向他咨询正式决策等等 由于汤若旺的年龄要比顺治皇帝大很多 所以顺治就尊敬地称呼他为麻法 这是满语对祖父辈的称呼 对一些受人尊敬的老年人都会称为麻法 比如满人特别崇尚关语 就把关语称为关麻法 就相当于我们所说的关老爷 那在病逝垂危的关键时刻 顺治皇帝就皇位继承人的问题 咨询汤若旺的意见 汤若旺给出的答案是 他认为皇三子玄业是比较适合的人选 理由是玄业已经出过天花 因此在健康上是更有保障的 有一个阿哥何尝不是死而复生了 谁 三阿哥玄业 你属于玄业 是上天属于玄业 窦枕是大清国的天敌 连皇上也躲不过去 诸皇子之中 只有三阿哥换了窦枕并得志 由他继位 可确保国家长治久安 我们前边已经多次讲过 在清初天花肆虐宫廷的时代 这是一个随时可以夺走人性命的疾病 如果按照正式记载 顺治皇帝自己也是因出天花而去世的 因此汤若旺的这个说法 让顺治皇帝当即下定决心 立已经出过天花的皇三子玄业为皇太子 随后就龙于冰天了 我们前面讲过 康熙医生总是悲悲戚戚的说自己的命好苦 从小先是由于宫内流行天花 而被保姆带着出宫去避斗 然后自己又感染了天花 不得不再与家人隔离 所以是父母膝下未得一日成欢 但实际上很可能正是因为他出了天花 这一因素 才使得他成为后来的圣族皇帝 不过这里还有一点是值得怀疑的 就是汤若旺在顺治皇帝面前力卷悬页 究竟是出于攻心呢 还是掺杂了一些私人的因素 根据德国人魏特写的汤若旺传的记载 汤若旺和孝庄太后的关系也很好 说他曾经给太后的侄女 也就是顺治皇帝的第一任皇后治过病 因此深得太后的信任和尊敬 孝庄不仅随儿子一起称呼汤若旺为马法 还经常派人给汤若旺送去各种礼物 那么顺治地临终前的这一场咨询 是否有孝庄的提前安排在里面 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总之啊 玄业是在祖母的鼎力支持之下 登上了皇帝的宝座 成为清朝如官之后的第二任皇帝 这里还有必要值得一提的是 顺治帝的遗诏 根据正式记载 顺治在临终前拟定了遗诏 遗诏的主要内容啊 除了立玄业为皇位继承人之外 还列出了自己的14条罪状 也就是史称的所谓罪己诏 那在这个罪己诏中啊 他反思了从政以来的一系列事物 比如说自己更改组织 见习汉俗 亲近汉族官员疏远了满洲大臣 说自己对宗室诸王贝勒不够重视 说自己对母亲的厚恩未能好好报答 说董阿飞去世的时候自己月格操办 不能以礼止情啊等等 从这个最挤诏的内容上看 他是一反顺治皇帝生前的政治和情感主张 不仅一定程度上否认了自己对董阿飞的至情 这为他死后 董阿飞的嗜好后面没能系上帝氏 这一点我们之前讲过哈 皇后的嗜好后面都是要系上皇帝的嗜好 这样不仅从嗜好上一看 就知道是哪位皇帝的皇后 也是皇后身份地位的重要体现 而董阿飞就成为了清代唯一一位 不能系帝氏的皇后 这样一个尴尬的存在 那现在顺治帝的遗诏的这一条内容 就为这一点先做好了铺垫 另外在政治上也一反顺治生前 一直力图破除满洲贵族的重重阻力 而重用汉城的主张 忏悔自己疏远满洲清贵 不重视宗室王公的意见 因此很多学者怀疑 这个遗诏并非出自顺治之手 而是在他弥留之时 甚至是在去世之后 由孝庄太后与一些满洲勋贵共同拟定 孝庄在政治上一直是保守派 支持满洲贵族 反对汉人和汉话 那这一点大家都是知道的 因此顺治帝这个所谓的遗诏的公布 在当时意味着满洲势力的再一次胜利 对了遗诏当中还有一项重要的内容 就是指定了四位辅政大臣帮助小玄业来打理朝政 虽然玄业即位的时候是八岁 比父亲六岁即位已经大了两岁 但是八岁的孩子毕竟不能亲自处理朝政 因此选定了四位大臣来辅佐他 这四个人在康熙初年的政局当中 占有了非常重要的地位 那我们在这里先把他们的履历 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罗列 大家看这四位辅政大臣的临选 和顺治帝最己诏中的态度 是完全保持一致的 就是重用满洲大臣 清一色的上三旗勋贵 因此多数人认为 这四大辅政的人选是顺治皇帝临终前 和孝庄太后一起商定的 不过大家看 与顺治时代不同 这四位辅政大臣虽然都是满洲勋贵 但却都是异性大臣 没有一位皇族成员 因此有人指出 这是孝庄鉴于儿子在位期间 由叔父多尔滚担任摄政王 近亲长辈的身份和亲王旗主的实际权利 都使得儿子的皇权受到了威胁 也让儿子的这个皇帝当得很不舒服 作为母亲 他也是深有体会的 因此在为孙子选择辅政人选的时候 他就踢除了皇室近亲 而是选择了四位资格老 威望高的满洲众臣来辅佐孙儿 这样既可以避免亲王摄政权力过大威胁到皇权 又可以将四大府臣的权威置于皇室 王宫的监视之下 形成了一种相互制衡的格局 有人说从多尔滚的摄政体制 到这个四大臣的辅政体制 是一种制度上的进步 我觉得从多尔滚的摄政 到四大臣的辅政 也体现出 孝庄政治思想的进一步成熟 和对局势把控能力的增强 康熙朝实录记载 一照宣布之后 索尼等四位大臣就跪着 对诸王贝勒说 现在主上遗诏 命我们四个人辅佐充主 但是从来国家政务 唯宗使协理 我们都是异性臣子 如何能够宗理事务 还是应该与诸王贝勒共认之 诸王贝勒就回复说 大型皇帝深知你们四人之心 故唯以国家重任 照指圣明谁敢干预 你们就不要再退让了 于是四大臣才将这个情况奏之皇太后 然后在大型皇帝的临位前宣誓就职 孝庄则预令诸位王公大臣说 你们要与四大臣同心协力辅佐右主 如此你们就名垂万事了 我们前面讲过 从努尔哈赤到皇太极 死后都有韩位或者皇位之争 顺治是清朝第一位 临终前用遗诏指定了继承人的皇帝 而在他去世之后 年幼的康熙能够如此顺利的即位 可见当时一方面 顺治朝的军权确实已经进一步加强了 另一方面 孝庄在其中对于格局的把控 也是非常到位的 康熙即位之初 孝庄的政治地位那是毋庸置疑 事实上在康熙刚刚即位两个月时 就有人提出应该援引前代太后临朝的先例 让太皇太后也来垂帘听政 当时的府城和皇帝都不敢贸然驳回这一提议 而是让王公大臣们就此事进行讨论 但孝庄断然否决了这一主张 并且此后更加注意将自己的身份推居幕后 像我们刚才提到的 他以太皇太后发出的政令预旨 从即位之后就很少再见到 即便再有预旨 也是有关后宫或者内庭事务的 尽量不直接参与朝政 比如康熙平定三番之后 这是他清政后在军事方面取得的第一次重大胜利 也是很艰难的一场战争 康熙就提出来 要给太皇太后和皇太后都加上辉号 以示庆贺 但是小庄却谦虚的推辞说 予于处身宫之中 不欲外事 受此尊号 于心未切 我们之前讲过 可能正是他这种尽量隐于幕后 时时保持谦逊的态度 让他赢得了和慈禧完全不同的评价 但是虽然处于幕后 一些该拿主意的大事 小庄都没有放松 刚才我们提到康熙要给两位太后加上辉号 其实康熙即位之初 宫内一共是有三位太后的 包括一位太皇太后和两位皇太后 分别是小庄和顺之地的第二位皇后 博尔吉吉特氏 也就是我们前面讲过的小庄的侄孙女 以及康熙的生母童家世 那当然太皇太后的地位最高 当时小皇帝要对三位太后朝夕问安 极尽孝道 也是够累的 不过童家世在康熙二年的二月就去世了 所以康熙主要是对两位 姓伯尔吉吉特氏的太后尽孝 虽然这个时候 孝庄的地位比之前的两朝都要高得多 后宫乃至外朝的很多事情 他都完全做得了主 但是他却没有再像当年强迫儿子那样 再被孙子从蒙古草原上 引进一位博尔吉吉特氏的皇后 这是孝庄与时俱进的又一体现 康熙四年 小皇帝十二岁了 孝庄为孙儿聘定了一位满洲皇后贺舍礼士 并且举行了隆重的大婚典礼 我们前面讲过 康熙皇帝成婚是比较早的 这一方面与他本人比较早熟有关 另一方面也是当时政治局势的要求 我们先来看看这位皇后贺舍礼士 她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四位辅政大臣之首的索尼的孙女 索尼在满洲贵族当中的地位 以后我们会给大家细讲 又挖坑了 贺舍礼士的父亲是领世卫内大臣搞布拉 领世卫内大臣是皇帝身边侍卫的头领 官居一品 也是皇帝的亲信重臣 与贺舍礼家族的联姻一方面表明 孝庄从和儿子的婚姻斗争当中 已经吸取了经验教训 不想再和孙子有这样的冲突 强迫他去再娶一位蒙古族的皇后了 另一方面 当时的局势也促使孝庄做出了联合索尼家族 牵制当时日渐嚣张的敖拜的势力 这样的决定 你是四朝元老了 功勋无人能及 反而我也很喜欢 所以我打算封他为后 我会封所额徒 由三等侍卫 升为领世卫内大臣 以后皇宫内外的事情 全交给你们所加了 这奴才谢老佛爷恩宠 当然孝庄并没有完全放弃他的家族使命 康熙朝的后宫还是有两位姓博尔吉吉特氏的妃子 分别是宣妃和惠妃 但这两个人在后宫也同样默默无闻 宣妃是到康熙57年才被册封为妃位 惠妃则很年轻就去世了 这个妃位还是追逢的 所以看来博尔吉吉特氏 在清代后宫地位的衰落 的确不仅是顺治皇帝个人对母亲的叛逆问题 而是时代使然 面对祖母的自由抚育 提携 栽培 保护 康熙对孝庄自然是万分的感激和孝顺 他成年之后曾经说过 舍无祖母太皇太后 断不能治有今日成立 网集之恩 毕生难保 在康熙的推崇之下 孝庄的地位在清代太后中达到了无人能及的高度 他的辉号加到了20个字 大家看 基本上把能用的美好的字眼都用上了 后来乾隆给母亲孝顺太后也只敢加到18个字 慈禧则只加到了16个字 都不敢超越孝庄 把这个最尊的地位留给了他 在经历了与顺治一朝和儿子的矛盾冲突之后 孝庄到康熙朝 终于享受到了其乐融融的祖孙之情和至高无上的后宫地位 那么康熙真的对祖母那么言听计从吗 他和祖母之间难道一点矛盾都没有吗 我们将在下一集为大家讲解 这确实就是像我们刚才说的 这是一个史实 就是在清代 清初和清末都是两位太后起到了最重要的作用 至于成和拜 是不是完全就归咎于这两位女性 我觉得这个需要综合或者客观的评价 之后会不会有慈禧专题 一定会有什么时候讲 我们顺着时代来吧